今天我们到 Serene Residence 所以这边呢 一看到这个Unit呢 这边有自己的Foyer 所以它的Foyer 特别的宽了 所以你可以放自己的交车或是来接受 所以这边呢它有三个门 第一个门呢 其实它是可以自己check 你自己的水的气 好像有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在那边看 这个是Store Room 加上它的Electric 是在外面的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去check 这个Electricity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这个Unit是涨成任职的 所以这个Unit呢 它是2128m² 它是3加1房跟4个厕所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的厨房先 所以来到这个厨房呢 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的 4根杆的厨房 像这个式的厨房这边里面呢 它整个的设计 你是可以看到这边有Hook and Hook 而且这个呢是Gast Blue 然后它这边可以有自己放自己的CEG 所以你这边就可以放一个挂衣服的东西 如果你不要挂衣服觉得麻烦 你可以买到一个的烘干机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的房间呢 它是有自己的窗口 这样其实这个是工人房 但是这个工人房里面就有自己的厕所啦 它是用在里面的 还有这个是Store Room啦 这样如果你不要把它变成Store Room 所以你要放其他那种厨房的东西啊 食物也没有关系的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的干的厨房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它这边已经是有一排很完整的Kitchen Cabinet 然后加上这边有一个吸收盆 注意也比较方便 而且你可以放一个的Dining Table 在这个Area 如果你不要做那个Bar Table 这样如果你做Bar Table咧 很多人其实他们都不会做Full到粘着的 他们通常都会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的Living Room啦 这样这个其实Living Room呢 很多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Layout 是因为你会看到房间是一个Site Living Room是一个Site啦 这样其实这个Living Room 你看到我站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蛮宽的 而且我后面这个呢 它是落地玻璃啦 所以你看到呢 它的View 是有一个Landed View这样的 这样我们先讲一下这边的Location啦 其实这个的Location 你会看到它的Surrounding 都是Residential 给你们知道一下 什么是Residential 之前呢很多 我们还在发展中的时候呢 Residential这个的Title 在Land里面呢 它只能起Condor 或者是住家的物质啦 这样你会看到新的很多Dilament 它都会有做一个东西 就是Commercial Under HDA 这样跟Residential有什么分别 其实Commercial Under HDA 你会看到 它下面就是有缠杂一些的店铺 这样 如果你讲Residential来讲呢 它只能起到大概一个 20楼到30楼 Commercial Under HDA 还会比较 起到比较高楼啦 所以这边呢 还有就是你会看到它的 附近呢 都是有很多Condor 这样这些Condor 都是Under Residential 你会看到Combia Residence 还有一个乐园 还有一个288的 这个的Resident 都是围着在这个Sering Inn的周围 在Sering Inn最靠近的小学 就是我们乐森小学啦 这样这个乐森小学 其实它就是一个 需要住在这边附近的花园 包名才比较方便的 而且这边也靠近这个Max Highway 然後Kershats Highway 也非常靠近 所以这个Town Ship 如果你是讲走路 去到Shop 是比较的难 但是如果你的驾车呢 你五分钟 就可以到Happy Garden 一些的菜市场啊 还有早上的Bassard 还有晚上的夜市 也是在OG 也非常靠近 一个五到十分钟驾车 就可以到 这样我们回到这个Living Room 你会看到其实 你的Sofa呢 你就可以摆在这边了 然后你的光线也很足 因为你就是靠近这个的落地床 所以我们的TV Cabinet 你可以整个设计在这边 所以你的TV 就可以放这边了 那 这样其实现在最近 就有很多人 他们都喜欢用Projector的 这样其实这个宽度 是很好 而且也非常的适合 在那个Projector 所以你不要用电子的话 用Projector 也可以非常方便 然后这个Living Room 已经是有Store了 两个的Aircon啦 这样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二房间 所以这个的二房间 现在看到这个地上呢 其实它跟Living Room的Touch是不一样啦 Living Room是用这个的Touch来做的 这样这个房间 全部都是用Laminate OK 来去设计整个的地上啦 三个房间都一样 所以这个二房 它是有自己的attached厕所啦 是没有跟人家share的 这几个是呢 这样它的设计感就是 它这边就可以放你的衣服 然后你走一个小小的走廊 然后你走一个小小的走廊 你就可以放你的 Queen Size或者Queen Size的这个的床 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空间感其实是蛮大一下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小房 这样其实我们走这个小房呢 你会看到这个门 这个门其实是厕所 然后它是linked with这个小房间的 所以这个小房也是有厕所 但是它就是需要跟人家共用的 而且这个小房的设计 你会看到它已经是可以放一个 Queen Size的床 或者King Size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啦 所以这个的小房呢 你这边也可以放自己的wall drop 而且这个小房整个设计也不算很小 虽然它叫小房 虽然它设计起来其实也蛮破蛮大 因为很实用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这个master room 之后这个master room也是一样 它的地上也是lambly的 但是你会看到它其实跟二房呢 有一点相似的格局 但是master room 它会比较宽 比较大 而且它的玻璃都是落地床 然后呢这个的厕所 它已经是built in在里面 它有自己的buff top 然后这个它之前是透明的啦 所以这边它已经是纹起来了 这样我们来做个conclusion 这个unit就是128sqft 它是3加1房跟4个厕所 这样这个unit 其实它的asicum price 是1.35M 这个serine residence 它就是一个的residential land 而且这个楼层呢 大概是到一个25个楼 加上呢它一层是12间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unit 它是有分6个跟6个 所以也蛮exclusive啦 意思是说 你在block A 你是有block A1跟block A2 然后你在block B 你是有block B1跟block B2 所以其实它的access card 是只能去到你那个楼层的 那6间的exclusive unit 像这个6间呢 它其实是 serve 这3个liff 所以兜的加起来 一层是有6个liff 可是这个三个liff 它是exclusive for 这6间罢了 加上呢这边呢 全部property呢 你可以看到附近 都是freehold property 而且这边呢 蛮多都是华人自己住的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个unit的话 你可以联络一下号码 我是Johnson JFG Real Estate Your Cla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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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